你都已经把人家女主角换人都不是Selina了 竟然还把Selina那时候惨遭火吻的这么惨痛的回忆拿出来宣传 后面再打一个感谢Selina 这不只是男主角看了眼泪要掉下来 Selina呢昨天知道这个消息忍不住要痛哭了 你能怪她哭吗 她这两年没有出片 辛辛苦苦的在复健 复健之路那个伤痛 还有谁能够明了 老公是陪在身边 经纪公司说你剧组这个样子不但是伤害到Selina 对于她的家人跟粉丝也都是二度伤害 已经要求要公开道歉 Selina 可爱小洋装遮盖不了身上的压力衣 Selina付出演艺圈 生理心理都是煎熬 爱漂亮的她听到剧组把爆炸的那一瞬间 当作是宣传影片 忍不住再次痛哭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 让大家担心了 复原的过程有多辛苦 光是蹲下这个动作就得花好几分钟 而一路陪伴的老公也几乎是每一天都要到医院照顾她 甚至一肩扛起向剧组要求赔偿的工作 直到穿上百纱 Selina身上还是留着被烧伤的痕迹 伤害没有过去 现在又被拿来炒作 经纪公司也在官网上公开声明 痛癖剧组擅自使用Selina拍摄电视剧爆破戏的片段 表示痛心与愤怒 严正谴责抗议 为了宣传行销不择手段对艺人造成二度伤害 要求相关影片全数下架 并且公开道歉 现在公司比较在意就是说 剧组能为对与这个事情提开公开的道歉说明 Selina经纪公司强调已经针对提高内容 为请律师商议 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行径 中间新闻黄建腾胡佳珍台北参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